老爸老妈没有给你丢的 近日 乔人良爸妈一起登上采访 和陌生人说话 聊起儿子离开后的这些日子 乔爸表示 直播时放儿子的歌 在网上用全家府做特效视频 就好像儿子一直还在 他们坚持运营账号 教大家做美事 是想让更多人认识乔人良 记住乔人良 好像儿子会活得更久一点 算下来 乔人良去世已经五年 最难过的莫过于乔爸乔妈 他们收集了与儿子相关的一切 时至今日 回忆过往时 乔妈仍会红了眼眶 说儿子从小懂事有礼貌 令身边人羡慕 但在乔爸看来 他更希望儿子不要那么乖巧 当初大学承诺 公派乔人良去德国留学 乔爸觉得 儿子如果过这种人生 读书毕业 结婚生子 可能不会选择突然离开 富特亚在镜头前不停流泪 但作为尸毒老人 他们其实一直很坚强 面对恶评也坦然回应 努力过好每一天 艰辛儿子会为他们感到开心 今年乔人良的生日 乔爸乔妈到目前对儿子说 老爸老妈没有给你丢脸 这一切实在太让人动容 只愿乔爸乔妈能健康长寿 一直开心